律師,蕾拉跟9man是不是要被關了? 如果蕾拉跟9man只是氣死大麻 而沒有犯人的話 他們大概率是不會被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初次試用二級毒品 典禪官這時候會讓法院申請觀察樂見 或者是以自己向檢察官申請借引治療 但這兩個情況都是不會被關的 因為這是法律對於 初犯失用毒品罪的人的優惠 律師,蕾拉跟9man是不是要被關了? 如果蕾拉跟9man只是氣死大麻 而沒有犯人的話 他們大概率是不會被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初次試用二級毒品 檢察官這時候會讓法院申請觀察樂見 或者是你自己向檢察官申請借引治療 但這兩個情況都是不會被關的 因為這是法律對於初犯失用毒品罪的人的優惠 但這兩個情況差非常多 如果是法院裁定的觀察或樂見的話 你必須要盡量樂見手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你是沒有自由的 但其實跟入監服刑相距不遠 但如果你成功爭取到檢察官下一個 付借引治療的環體度數目的話 你就不會被剝奪自由哦 你只要按時到醫院接受借引治療就可以了 不過這份建議治療程狀寫起來是不容易的 我會建議請律師撰寫比較好